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全球带来无远佛界的影响 包括顶尖的建筑师打造的场馆建筑 主办国观光收入 媒体广告的效益等等 那就连时尚产业也都被这一波的奥运战火点燃了 运动品牌抢着赞助选手的服饰 各种奥运相关商品也出笼 那今天的Fashion News 我们要带您一同来感受这一股运动的热情 由Yoji Yamamoto大师所主导的Y3 更是不能在奥运风潮当中缺席 这一季春夏系列它以伦敦奥运为灵感 将独特的英式街头美学融入设计当中 特别的是当天看秀的嘉宾 除了影星Samuel Jackson等知名的艺人之外 更请到很多体台的明星 包括NBA球员 网台女将都一同出席 成为纽约时装周的一大亮点 如果说要举办一场时装界的奥运批课 Y3肯定是所有品牌当中最具有体育细胞的一个 承袭自母性Edidas集团的运动基因 设计师Yoji在操作这个奥运概念时 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他先是以招牌的黑色搭配深艳的格纹 再利用多层次或不对称的剪裁 营造一个丰厚亮感的世界 呼应主办城市伦敦 他巧妙地将英国的国旗融入在许多细节当中 像是腰间的挂饰 女子骑潜水鞋等等 另外还有很多粗犷的工作装 60年代末的摩登图案等 设计师呈现的不只是英国贵族绅士的优雅 而是最道地的伦敦街头时尚 这季最精彩的单品绝对是黑色的大衣 虽然说已经是春夏系列 但是Yoji创造的黑色大衣一点也不厚重 透过轻薄的防水尼龙布料 营造仿佛运动员在奔驰时产生的效果 另外更搭配了短裤 灯笼裤 蛋糕裙 以及黑色纱裙等各种变化 让整个系列的下半身相当有看头 再往下看另外一个焦点则是鞋子 运动时也许你不一定要穿运动服 但肯定不会穿皮鞋或是高跟鞋 于是我们看到这一季特别加重在鞋子的设计 各种颜色、长度、材质、款式 成为它黑色美学世界里最让人目不转睛的设计元素 而讲到奥运最重要的焦点当然还是运动员的本身 他们的身材自希腊时代就是很多艺术家歌颂的对象 而在所有品牌当中 D-Square绝对是最懂得展现男人性感的专家之一了 双帽胎设计师 他们被国外的媒体封为21世纪的杂耍专家 这是只要他们的秀场总是充满着逼真的场景、音乐、表演、造型、道具 仿佛像舞台剧一样让人看得目不暇气 那还记得在2007年春夏 他们就把运动员的更衣室搬到伸展台 男莫特尔穿着泳裤围着大毛巾走秀 让时尚编辑们看得脸红心跳 而这一季 那他们会用什么方法呈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2年春夏的迪士贵尔男装和海洋有很大的关系 开场的场景设定在一个北欧的海边 架子上挂着捕鱼网和几串咸鱼 背景音乐唱着水手和渔村女孩的爱情故事 model身上则是蓝白横纹和防水夹克 当然还有他们招牌的牛仔裤 接着舞台一转 场景来到地中海边的一个度假圣地 性感的男model们赤裸的上身 戴着太阳眼镜 躺在椅子上做日光雨 偶尔穿起海滩裤 或者是随手抓起一条毛巾 脚上踩着凉鞋 走到台前给观众们看一看 展现出度假的慵懒随性氛围 这样还不够啊 舞台的背景又再一次转动了 一个女明星和男友在滨海的城市 美丽夜景下约会 被狗仔队抓到了 她索性踩着高跟鞋 走到伸展台前摆出一副 不然你们怎么样的骄傲气势 一个属于南欧的缤纷夜晚 就此展开 时间进入深夜 设计师带着观众们 来到一个酒吧的后门 一群Rocker正聚集在这里准备登台 皮裤 皮衣 牛仔夹克 卯丁 印花衬衫 脸上还化着烟熏装 感觉张力十足 而最精彩的莫过于压轴的表演 请到乌克兰的舞团 Kazaki 他们绞好的肌肉线条 超紧的皮裤 还有非常细的高跟皮靴 他们很性感的舞蹈 将整场男装秀 带到令人血脉喷张的高潮 台湾企业进军到全球的时尚产业 可不只是只有代理品牌 或者是采购而已 即2001年媒体人王向兰女士 买下法国的老牌Longven之后 这一次是精品百货微风广场 入逐了意大利品牌Fujiwara 那这个品牌对很多的观众而言 可能是有点陌生的 它成立在1986年 和Almarni或Versace 都是属于同一个时期 以男装起家 一直以来 它走的是意识低调路线 这一次换了老板之后 要开始往市场靠拢 设计风格变得更为简单 明亮 希望能够打开亚洲的市场 而开幕的当天 请到胡宾站台 展现性感受难魅力 当然也少不了品牌的灵魂人物 孙芸芸出席 以Fujiwara来讲 因为它之前都是男装为主 加后来设计的女装 其实都是比较 所谓的那种 比较有形一点的 所以它会把有形跟 Sexy这个同时 会结入在一起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有一些剪裁是会强调 不管是说Giri才会强调 它就是非常有曲线 我觉得男生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把扣子扣到顶 然后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东西 不要很垮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 就是说你还是要优雅一些 我觉得男人来讲 所以 有很多东西是很难 那我们接手之后 我们希望把它变得很商业化 有点一般岛 都可以穿的一个品牌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为什么 我们重金礼品 我们的Surgill 这新的designer 过来帮我们做这个操刀 我会觉得 我的风格会很接近 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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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很简单 但是 有点资料 而且 逆分 是 一个男人的主要 是 很重要的 这次一看到他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他最新一季的设计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觉得哇 这个牌子以后可以选一选这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他有把这个品牌的精神有留下来 但是他会注入他自己的心的一些想法在后面 我觉得这个是双重 一个双重好棒的一个场面这样子 重蓝相性 我相信它是 prints在Angeliano Fuschihara 我想这件事出现了 在其中小世界 我真想要严海 我 Tinder也觉得人 我 contents其实人都比较会 如果条件大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